日经新闻报道说,由于贸易战,许多外企正在离开中国,北京急忙采取措施,给这些外企更多优惠,希望能留住这些外企。 2010年7月10日,顾客聚集在上海的新苹果商店,苹果在浦东金融区开设了在中国的第二家旗舰店,这篇星期四发自上海的报道说,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已经快一年了,这段期间,包括苹果,任天堂在内的50多家跨国公司都宣布撤出中国生产线。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本月11日曾说,中国目前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外资撤离情况。 该报道还说,不仅外企,中国自己的生产企业,以及来自美国、日本专题和台湾专题的华人专题企业,包括个人电脑、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生产厂家,也都纷纷撤离中国。 报道远运夏普其夏个人电脑单额部执行厂绝导清闻,Kiela Flumik Kudo的话说,我们需要能避开关税生产和符号美国政府采购资格的永久性措施。 绝导清闻说,他们所有的手提电脑,几乎都在中国生产。 工厂设在离上海西南方175公里远的杭州,他说,尽管美国的第四轮关税已经暂缓实施,但是,我们无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。 苹果公司也一样,要求生产厂家将15%到30%的手机生产线撤离中国。 日经研究亚洲版周三报道说,苹果即将开始在越南市生产期AirPod无线耳机。 通常,这种市生产都是为了将来大批量生产。 另外,美国的电脑生产厂家惠普和戴尔,也正在考虑将30%的笔记本电脑生产线沃到东南亚及其他地方。 日本游戏大厂家任天堂也将把部分游戏机生产线从中国移到越南。 而北京的亡羊补牢措施包括,给予外企特别是美企更多优惠。 日本媒体报道说,其中一个就是针对美国大商家电动车斯特拉的,该公司正在上海郊区建设新工厂,最快要到下个月开始招收新员工。 报道说,外界一般认为,该公司得到了当地政府在土地和贷款上的高度优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